喂 我跟你讲 这个事情就按照我的说话去做了好了 喂 关键时刻没有电 有电话 小兄弟啊 喂 大哥 没事吧 我我没有事情 我没有事情 是这样的啊 这个电话我用一下好不好 大哥啊 这个电话他用不了 哈哈哈哈 我明白了 来来来来来来 可以了吧 不是 可以了吧 大哥 这不是钱的事 这个电话他 用不了 梗 是不是梗 我跟你讲 我的这个脾气一上来 非常恐怖 两颗糖 干得红不好 你要是这么说 今儿的电话我还不借你打了呢 你这是要欺疯我的节奏是不是 我跟你讲 不讲一个真实的案例 你是不能够怕我 就说那一天 有一条那么大的大狼狗 玩命的就追我呀 追到家门口咔嚓就一下 我的脾气能忍得了这个吗 我回头一口 直接给他盯在那里 到现在还在宠物医院里边输液呢 怎么样 怕了吧 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 动手 是不是动手 我跟你讲 我的小套路一出来 自己都害怕 好 你记住 大哥 我要打电话 快打吧 我明白了 兄弟 这是性别上的歧视是吗 喂 老公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牛肉 从早上就一直炖在锅里 咕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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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咕嘟了 我这分分钟上下几百万的事情啊 你别炖 接着咕嘟 那我等你回来 站住 你就不想跟我解释点什么吗 大哥 大哥 我根本不听你的解释 我告诉你 今天这个电话 按照我的脾气 必须打 打 你打 你找这个样子不就完事了吧 兄弟 你这是个假电话呀 不都跟您说了吗 那个电话他用不了 不是 那刚才他 他怎么能用呢 我实话跟你说吧 那个女孩 就住在这个院子 她的老公 是名消防战士 小两口刚结婚 还没出蜜月 就接到了指挥部的命令 奔赴了火场一线 她是第一个冲进火场的 但是最后 都没能走出来 从那以后 姑娘受了打击 每天就在那等啊 等啊 我们也是因为心疼的 才安了这个电话 就为了她 就为了她每天 还能在这儿跟老公说上几句 这也就是我们唯一能为她做的了 是大哥误会你了 你们都是好人 好 谢谢三位 这回演的是一个挺温馨温情的一个小品 听听三位评委老师的点评吧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不错的